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皮慢慢地垂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中握着眼皮 轻松地闭起来 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 我们现在 暂时没有用这个露衣 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完全都使用心 体会的 然后我们就来 赦败赦败的做 赦败是金座的核心 赦败是金座的核心 赦败包含了两个方面 就是身体失败跟心理失败 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失败 我们的心理也比较容易跟着失败 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的心理感到失败 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失败 所以无限影响 我们现在就先来 以自己感觉轻松失败的桌子 来打坐 以后单盘 散盘 或者坐椅子 也都可以 现在我们先不管坐椅好不好看 装不装眼 我们先以轻松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些事了 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 而感觉这样做 可以做的就不容易 爽 必 麻通 这样就可以 我们都没有给自己 太大的 目标 一定要调到百分之百的十百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然后如果 如果 什么时候 哪里感觉 有爽 壁 麻通的感觉出现 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 没有关系 慢慢来 慢慢调整 然后我们一起来 观察一遍 全神 的肌肉 从头顶 到脚底 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 调整身体 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轻松 失败 慢慢来 从 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整个头部都放轻松 如果哪一位 有 感觉 头部有 重重 紧紧的感觉 现在我们就调整一下 把它放轻松 十百字 是包含了三个意识在里面 就是轻松 舒服 慢慢来 慢慢来 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 我们完全都没有干时间 我们也没有感觉 静坐 静坐很难 因为我们只是来 做着 休息 而已 所以就请大家 拾拾拾拾拾的 坐 头部放松 进步 进步 也跟着 放轻松 每间的肌肉 我们全部都放轻松 两侧身 两个肌肉 身体 手提 风 정 在肌肉 描иг 它翅膀 胸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脚部 领足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四肢 脚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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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趾尽 现在我们全身 脚趾尽 脚趾尽 感觉很失败 很自在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 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 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身体就变得很轻 感觉很舒服 然后我们可以 深呼吸 两三下 增加我们轻松 舒服感 我们来又深又长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突兴 再一次 再一次追神 追神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当我们吸气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吸收 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 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压迫感 全部都排出来 再一次追神 追神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现在我们体内感觉是空慌 通透 轻松 失败 感觉很失败 感觉很失败 然后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心 安放在 身体的中央点 身体的中央点 就是我们心意的体压 我们都没有紧张 现在我们就把心 安放在 身体的中央点 我们都没有紧张 现在我们就把心 安放在 身体的中央点 现在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 感觉能够把心安放在这里 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如果哪一位还想意念一个所缘 我们也可以意念看看 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 一颗圆圆的月亮也可以 圆圆的月亮就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 感觉轻松舒服 如果哪一位还想意意 还想默念圣号 我们也可以 轻松舒服 全身都感到轻松 十八 画面我们就意念到远远的月亮 我们的心 也可以默念Sama-Arahan的声音 慢慢来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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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切众生 我们只要行行地动念我们的心 心自然而然 就会慢慢地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 再扩大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哪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哪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 愿一些众生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一心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 发生的阶停 也有静静的身 口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也愿我们 这叫善友 没有叫任何损友 远离一些恶人 愿我们 愿我们 色神才 钱才 能力才圆满 方便修功德不容易 也愿我们 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增长 早日增得 内在的法身 然后我们就 把今天 所修的功德 供养 给每一尊 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尊 辟知佛 每一尊 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 每一位 法身法恩导师 有龙不祖师 龙霍特曼西 有法圣师父 展老奶奶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 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 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 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 我认识 Sapha Sankha Nupa Vena, Sathasati Bhavan Tau De. 请大家以罪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 沙徒。 我们继续请基督徒长者的故事。 昨天讲到,不是昨天,是前天,前天讲到基督徒长者有一个儿子, 他的名字叫做Kala,就是时间的意思。 Kala是没有证件的,就是对佛法没有信仰性。 虽然他的爸爸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儿子却没有信仰性。 所以爸爸就想说,我该怎么办才可以让我的儿子 往生后不要堕落二道。 所以要让他起信仰性。 就先用钱,钱财,来吸引他。 就是说,如果你持八戒一天,然后到寺院去过夜一个晚上, 父王就是基督徒长者会给他一百元。 那当这个Kala,这个儿子呢,他听到了,他就很高兴。 就马上求八戒,然后呢,就马上到佛陀住的景色那里。 去那里呢,就马上睡觉。 睡了一个晚上,当天亮的时候就马上回家。 那然后呢,当他遇到爸爸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 跟爸爸要闲。 。 虽然爸爸跟他讲说,要先吃早餐啊。 等下爸爸会给你这个一百元啊。 但是呢,这个Kala这个孩子, 却不想要吃什么东西,要闲要闲啊。 所以呢,好像这个方法对他来说, 对基督徒长者来说好像没有效的样子。 那我们继续看。 那接下来基督徒长者要怎么办呢? 基督徒长者就跟这个Kala这个儿子讲说, 儿子啊,不然呢,你不只是要吃八戒啊。 你还要到佛陀住的景色那里,去经文佛法。 然后,要把它记下来。 那当把它记下来之后呢,你再回家。 回家跟我说,你记了哪些法哪些道理啊。 你跟我说,我会再给你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那个时候呢,Kala他很开心啊。 哦,昨天一百元。 今天十倍啊。 一千元。 所以他就马上前往佛陀住的景色那里。 然后呢,刚好佛陀正在开释。 哦,他就马上欢喜的到达吉陀园。 到达那里的时候呢,佛陀正在开释大家。 所以呢,Kala就想说,哦,佛陀正在开释也很好很好。 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很快就可以赚到一千元了。 所以呢,他就想说,等下我听完了,我就马上走。 记一下法没有关系啦。 但是呢,佛陀知道所有的事情。 就是在基督徒长者的家发生什么事,佛陀知道。 佛陀呢,就用神通了。 就让这个Kala这个儿子呢,忘记。 就是听了一下,就忘记了。 诶,刚才听到了什么东西,听到了什么法。 就是不要让他把这个法呢,记下来。 就一直让他忘记。 所以呢,就让这个Kala要更专心了。 因为要钱嘛,一直记不得佛陀说了什么法。 所以他就更专心听佛说,佛陀说的法。 在佛陀时代呢,专心。 专心听法就等于尊重法大家。 尊重法很重要哦。 呃,佛陀曾经看过。 有的人呢,正在听法的时候。 滑手机。 有看过吗? 可能会有人问说, 诶,你怎么这样滑手机啊? 他可能会说,我在听啦。 我在听。 有没有遇到过。 有的人呢,就低头,低头。 然后呢,就用手指挖什么东西在地上也不知道。 有的人呢,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 可能自己也有做。 就是闭上眼睛大家。 听法的时候闭上眼睛。 嗯,大家有做过吗? 你们想想看啊,如果自己是讲话的人。 然后当你正在讲话的时候,对方,就是听你讲话的人,他闭上眼睛。 他都没有看你。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哦,好像,诶,你正在专心听我讲话吗? 那还是你不理我了吗?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呢,大家。 当听法的时候,我们先不要闭上眼睛。 等到我们真正的要打坐啊,我们再闭上眼睛啊。 大家。 我们曾经,呃,有一个经验啊。 那时候,才出家。 呃,不久。 那个时候,试院呢,就,呃,安排一个训练的,呃,课程。 就是让我们到各,试院里面的各个地方,去讲法。 那个时候啊,呃,我们每个月,呃,不是,每个礼拜五,呃,就会有,呃,局势们来试院。 呃,呃,呃,参加陶陀陀行。 所谓的陀陀陀行。 所谓的陀陀陀行就是说,他们来试八戒。 然后呢,然后呢,就在,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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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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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uah dan,呃,听闻佛法。 这些局势来寺院也很久了 那当他来的时候呢 有些局势就可以打错到钱量 那时候鲁皮记得鲁皮就准备了 好像是很精彩的故事 要跟他们讲 但是鲁皮当鲁皮一旦上台 可能收念赞扬三宝好了之后呢 他们就马上闭上眼睛 感觉好像正在暗示鲁皮说 鲁皮我要打错了 所以这样也会影响到 鲁皮就讲法一点点好了 那接下来就直接打错好了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当心发的时候 不要闭上眼睛 专心听法等于尊重佛法 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如果专心听佛陀说法的话 会有很多功德利益 有的人起信仰心 有的人呢就挣了出果 二果三果四果可以断除烦恼 这样也有 所以专心听法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尊重佛陀这个儿子啊 他就想说我只要学会一句佛法 我等一下就马上离开了 这个地方 我要闲 我要闲 所以呢 他就更积极 佛陀佛陀就再一次用神通 让他就忘掉了 那刚才听了什么法 然后呢 因为这个 嘎拉这个儿子啊 他专心听法 所以呢 佛陀就慢慢讲 从潜意的部分 到神奥的部分 神奥的道理 哦 讲来讲去怎么样呢 因爲 嘎拉 他很专心听闻佛法 当他 专心听的时候 心可以 您静定下来 可以争得出果 大家 哦 不简单 本来没有 起信仰心 但是因为佛陀 持悲啊 想要度他 就用神通 让他 忘掉 佛法 然后呢 就 他 更专心听闻佛法 后来 能够 证得出果 那么当他 证得出果之后 接下来 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能要等 明天 那明天 我们再继续听 今晚 祝福大家 祝大家 深信愉快 生命光临 早日正得 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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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